感谢简单第三度降临只要有人听就好 听到简单的行销被青春录圈粉 好用到变成员工的超狂UGC实力 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很幸福 是用到好用的产品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做业配时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那其二就是收到钱 那这次要推荐大家的是 能够一次体验四大人气商品的 简单精巧组合包 也是给各位新手尝鲜的第一推荐 那分别有以下四项人气商品 第一个就是氨基酸洗盐霜 没有人工香精或是化学起泡剂 但是呢不用担心因此会不好起泡哦 起泡效果认证 玫瑰香气让人洗完脸心旷神移 也不会有冲不干净或是太干的紧绷感 第二当然是玫瑰青春喷雾 明星商品之前就有介绍过啦 那喷雾的造型的小巧方便携带 除了可以取代化妆水 作为妆前保湿前倒也有定妆的功能 妆前妆后都可以用 再来呢是洁净白淡斑精华 我虽然不算特别在乎雀斑 但肤色不均真的蛮困扰的 这瓶呢添加新型Alpha雄果素的淡斑精华 不止晚上白天出门也可以擦的美白成分 第一次激性皮肤膜的人也能擦 一瓶同时有美白跟保湿功能 真的是深得我心 那最后是高效复活精粹 这款保养有上脸的感觉很滋润 但不是那种油腻感的 它是很快就能够被肌肤吸进去 就感觉很像吃了什么厉害的好东西 那其实我本人呢 在五年前就开始接触油脂保养 对我个人蛮care的就是老话 那相对于乳液呢 选到适合的精华油 不仅功效更明显 而且它在滋润度上也是更胜一筹 那油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只要控制用量一样也能使用 而且没有加防腐剂 擦嘴巴也可以 过夜的时候带这品连法油都省了 简单精巧组合包 让你用最少的预算 试到最多的商品 那他们也在母亲节档期 推出期间限定优惠 注册会员就送购物金 不限金额一件就免运 还送下单里 不管是送妈妈 还是自己用需要的蓬蓬 请看资讯栏 嗨 欢迎回到只要有人听就好 我是家瑜 我是亚群 我是思杰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关于单身的那件事 诶 这是对的吗 想要先前情提要一下 这一集是廉价回来录的第一集 现在脑袋其实蛮懵的 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如果有看影片就可以发现 三个人都是有点眼神死的状态 所以就让我们提振起精神来吧 聊聊单身吧 聊聊什么可以提振精神的事情 想必就是单身啦 超吓人的 精神都来了呢 没有啦 PD立刻把我们的音量往下拉 PD都醒来了 要做事啦 其实单身这个题目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存着很久 好像是很久以前 在调查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听什么题目 或是我们在想要聊什么题目的时候 单身这个题目它就一直浮出来 但是其实它浮出来之后 我们又没有很具体的想法 到底要聊什么 可能在等 家瑜或我变成单身 之后再聊 这两个都不太行 我觉得堪称是一个压箱宝型的题目吧 有吗 真的吗 很多人会有共鸣吧 就是那种 我们会觉得可以 好好地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 然后但是你又想要找到一个很棒的切入点 于是就无限期耽搁 就跟找对象这件事情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反而是 哇 我其实不太确定要聊什么 就是真的不知道 大家想听什么 或大家聊什么 本来是想说可以做一集 然后直接帮亚群真友 也可以 那打个岔是 那我们之后的一个月 或者是无限期的18分钟 就是我们会邀请一位来宾来 跟你念 我也有很类似的想法 对啊 其实蛮有趣的 对 为什么没进来 开店18分钟 然后登场的时候会喷干冰 就是 哇 因为有人不知道我还说什么 好难过 大家真的有参加过联谊活动吗 我有 真的假的 而且我是在有男朋友的时候参加的 可是那就不算是 为了找对象去联谊了吧 我不是为了找对象去 但是我就跟他说 我非常想要知道联谊是怎么 我也是 就一个人类观察 对 所以我就去了 对我也是抱持这种心态 想说最近可能会去 然后就是 也是带来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那之后再说 但是就是 对于单身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一直很苦恼 要讲什么 所以在想 我只要想到最后呢 我还是没有想到 于是呢 我就用了自己的社群的版面 就是发问题 问问大家 就是大家对于单身这个题目 到底是有什么感觉 是有什么想法呢 因为我仔细想 想了关于自己 其实我硬要讲 就是维持稳定单身 蛮久了 其实蛮 好多年的 但是我已经对于这个状态 不知道自己阴太久了 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题目 我并没有觉得单身很淡 单身好自由 好快乐 完全没有 可是我也没有 就是 哇 30岁的还是单身 好糟糕 都没有 两边都没有 就我好像就只是觉得 它是一个状态 然后而且对我来说 其实我蛮 蛮清楚吗 或对自己 为什么单身这么久 有一个定论 有一个想法 所以我就很好奇 那大家对单身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如同大家想象中的 这么在乎 然后来公开一下 就是我调查 大概收到了几个 其实我收到蛮多回应的 我可以大概把我收到的 回复分成几个类型 就是 第一个比较多的态度 就是 佛系等待中 就是对于现在单身的人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不然要怎么办 你请问是怎么问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单身 可是其实我不知道要聊什么 所以我就想要问大家 那对于单身 大家到底想听什么 或是 大家好奇什么 大家对单身到底有什么感觉 大家对单身真的有 恐惧吗 有那种 社会氛围塑造出来的 的恐惧吗 还是其实 大家都不care 如果蛮好奇 就是回这些讯息的人 他们有没有透露自己的状态 是单身啊 还是有对象之类的 对就如果分成几个类型的话 有就是单身的人回我 然后又有对象回我 然后有对象的回 大部分都是 就是会讲说 比起单身的时候的焦虑 在一起更焦虑 哦 对啊 其实都是这样子 就是 焦虑点不一样啦 不同的状态 会有不同要焦虑的事情 真的真的 然后所以第一个 就是刚刚讲的佛系等待 就是很多人 不太会对于单身这个状态 去采取什么 更积极的动作 亚群也是佛系等待吗 对 算是吧 毕竟我能做的就是 把家里的门锁打开 你可以来闯我家的空门 对对对 这一点好像之前也有讲过 就是亚群现在在期待 已经是一个义贼 就是他闯空门的同时 会偷走亚群的心 我正在等待我人生中的聊天丁 这东西洗鞋一空 在默默帮亚群盖杯子 因为亚群也没有用交友软体 然后也没有参加一些交友活动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确实是 真的只能期待义贼了 因为这个工作很难认识 什么外部的人啊 我是觉得不会 没有啦 我觉得公司不是特别大 然后所以我们的个性没有关啦 因为我自己很常听到 朋友跟我说 就是他的工作 比较难认识外人 可是真的有这么多的人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跟另外一半交往吗 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 是没有错啦 那听过蛮多人跟客户在一起 这个行业 或是跟窗口在一起 对对对 哇 甲方的一半在一起 我之前好像有一个男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都跟窗口在一起 他都跟啊 就是好像 或者是没有都跟窗口在一起 但是可能就是 常常跟窗口会插出一些火花 插出一些火花 像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 我突然想到 就是几周以前 我应该有跟亚群讲过 就我梦到有一个客户 跟我告白 哇 而且那个客户跟我告白的方式 非常怪 他是跟我说 他已经跟妈妈讲了 然后说他已经跟妈妈讲 他找到那个人了 然后我就大傻言 很认真诶 他妈妈是什么佛母吗 我不知道 已经跟妈妈讲就是覆垂难收 对 我在梦里面就是会想说 哇 就是到这个程度 而且是以那种 我跟妈妈说过 我已经找到那个人了 已经求了一次签了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欢迎他了 那我回去跟妈妈讲一下 对 那怎么办呢 就好像可以理解 可能这样到交友圈 限缩到一个程度之后 连客户出来的嗨 都会让你存心大动 不至于吧 他是OK OK 那种半生不熟的异性 就只剩下客户了 对 因为太熟就很难发展 因为客户就是朋友 我有个朋友 被他几乎没什么见过的客户窗口 送了99朵玫瑰花 好可怕 然后说 如果说你也想要回应我的话 我们几点在哪边见面 就吓风 你想说 你真的知道我是谁吗 这种真的很常听到 就是会先 不管三七六十一 先送一个东西来 但是我刚刚说过很难想象的原因就是 比如说上网看一些 大家在讲怎么脱单 或自己脱单经验文章 就有很多人都会推荐 要先从兴趣下手 比如说你对于读书有兴趣好了 你就可能要去参加一些读书会 对啊 或是电影分享会 但是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反而就是不想要跟 跟我很像的人在一起 然后包括职业也是 就我很难想象再跟一个 在做行销 或在做社群 或代理上的人在一起 真的不行 对对 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这真的是一个风险 就是很大的决定 就它有可能是很好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蛮烦的 对 我还记得我跟Vicky 有稍微聊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想象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种 突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词 就是文人相亲 是真的 是真的会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完全一样产业 对啊 会有一点痛苦 所以嘉宇讲的也没有错 就其实真的因为工作 然后在一起的人 可能也没有想象那么多 通常是不同部门 如果公司够大的话 那真的要蛮大的 对啊 公司其实有吧 就已经结婚的 他们之前其实在同公司 但是不同部门 对啊对啊 公生师啊什么的 我收到的 佛系等待的 这些人的回复 我想要更正一下 其实不太会是我刚刚讲的那种 无奈的态度 我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 大家的态度其实都是 其实也不太担心 积极佛系 对 就是不太担心 就是顺其自然 消极的乐观主义者 该来的就会来 或者年纪还没到 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 这些人是连交友软件 都没在用吧 对不对 我没有问到那么深啦 可是看起来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等到该来的 该认识的就会来 OK这是第一种人 对 命定论 然后第二种人就是很明显的表现出 对爱情的渴望的 就真的有那种就是 你明显感觉到 他的恢复就是很焦虑 都很尝试这样子 对 就可能也是在等待 但相较于前面那种佛系 他就是非常不佛系 就是焦虑系 那就会拼命的用交友软件 或者拼命的认识性对象 请朋友介绍 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恋情 非常不顺而非常焦虑 然后开始检讨 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说到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之前在看 表姐的Facebook贴文的时候 在某一篇的下面 他就说 他自己很喜欢谈恋爱 他也很常在用交友软体 用很久 然后好像好几任对象 都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 表姐是谈什么 不是不是 就是他单身的时候 都会用交友软体 来找另外一半 然后他就说 有一次就收到网友的留言 就跟他说 你不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吗 为什么要一直鼓吹 就是大家用什么交友软体 然后找 好像一定要找到另外一半 等等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不是才是新女时代女性吗 没有 他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呢 想谈就谈 表姐就是说 他只要没有对象 他就会想要赶快找对象 他就是喜欢谈恋爱 然后他就回他说 可是他觉得这两件事 没有关系 他就是喜欢谈恋爱 他就是喜欢有男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后面也有一些 可能偏性别论书 就不要讲太困难 但是就会讲到说 好像女生要什么独立自主 然后他就不能够太渴望爱情 就是他不能够一直想说 好想交男朋友 怎样怎样 但是反过来好像很少人 会在男生身上用这个标准去看他 就是他是个独立自主的人 不管他是有没有对象 好像都不太会影响 就讲黄金单身汉 对黄金单身汉 不然就是哇 他就是什么都有 有漂亮老婆 什么漂亮女朋友 不管怎么样来说 都不太会跟这一个人 他是不是独立自主 什么追求自我 有任何的干系 不会那么直接连接起来 对对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女生在那边说 好想要谈恋爱哦 然后 你就不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就是这两件事情 没办法画上等号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现在有 这件事情应该好一点点 但确实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氛围在 对就有一个很微妙的感觉 因为仔细想想就是 我也 我没有特别讨厌单身的时候 但是只要有机会 我就想脱离 就是基本上 我好像也是比较喜欢 有对象的状态 就是有一些人会不喜欢嘛 他会觉得说要 如果有另外一半的时候 或是有感情的时候 你就要分神去 顾很多事 你就没有办法成为 完整的自我等等的 就是你就不能够想干嘛 就干嘛嘛 你就不能突然觉得说 我要出国了 然后我就直接 就不管他 然后就直接出国 感觉就比较困难 其实行动上是 有一些先天限制 但是我个人好像就是 只要有机会脱离 我就会脱离 单身也没有不好 但是有机会就会想 就是不要单身 能躺着就不要站着 对啊 有人伺候你 干嘛不去让他伺候 还没有不见得会躺着啊 误会大误会大 对然后用这些 对爱情渴望的人 比如说用教软体 就会收到一些回复 你就会感觉他开始 把怎么脱单 当成一门技术 学问研究 他们是手艺人 因为他们就是用手 去教育 手活很好 对手艺人 他们算活啦 哎呦我的天 对对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人就是 对于自己 不嫌要单身的状态 其实还是来自于 生活中的寂寞这件事情 好像可以理解 对啊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 你都可以一个人去 或者是 你有时候就是 一个人也很好 但是两个人也可以有 很不错的时刻 然后是一个人的时候 没办法达成的 就像我之前跟老婆去吃一间 就是那种Find Dining 隔壁桌就是一个女生 应该也是三四十岁 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吃 然后脑中立刻浮现一个 就是孤独的美食家 真的会很烦耶 就觉得她好像真的是 我爸吃一个Find Dining 然后在后面 被人家觉得是孤独的美食家 不由自主就出现这个词 对啊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 当然我一个人也可以去吃 但是吃到这么好 你就会想要 是跟特别的对象一起去吧 这种感觉 有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半的感觉 就像之前陪诊团圣 好像也曾经在限动被人家问过 就是有另外一半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是问她说对于单身的想法 然后她就说她觉得 单身也很好 谈恋爱也很好 但如果要问她个人觉得这两个件事情的差别 她就是说 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归属感 归属感 对然后 有另外一半的人的焦虑就是来自于 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却没有归属感 两个人更孤独 对就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决定 有些人就回复我说 就是在单身的时候就很容易 夜深人介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 她可以去附近的7-7看一下 对 拉开窗帘7-7还亮着哦 我只要半夜的时候想到 巷口7-7还有人在工作 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你知道那个人就是我吗 我最近已经连续好几年 都在我们家巷口的全家工作 大概到12点一天 你也没有觉得不妙吗 你为什么要去全家工作 全家有电 你家没电吗 不是 我家 什么问题 我家有睡着的猫 你开张他会一直很兴奋 想说哇主人还没睡 然后他就一直想要玩 你们家没有空屋吗 什么叫 我们家有没有空屋 你把自己关到空房的间里去 不就好了 比较难 就是猫知道你还醒着 他就会去外面抓门板 哦 好吧 这是问题在发展下去 就变成说 你不能给他下个药吗 还是什么的 因为我朋友说 他小孩之前就是因为鼻子过敏感冒 然后就有开鼻塞的药 那大家如果有用过鼻塞的药 就会知道他有一点 嗜碎的成分 对 所以他后来就有时候也是会喂小孩喝 那个 是发展成 基本上不伤身啦 蒙汉药 蒙汉药应该伤身吧 就有一个人都提到说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就是相对的就是有对象的时候 那个重要的感觉是 有一个人知道你比较脆弱 或者比较黑暗的地方 然后他还会 无条件陪在你旁边 但这就是为什么谈恋爱的人会觉得 有谈恋爱的焦虑跟不安 因为你即使有另外一半 他也有可能完全不是那个对象 所以他其实就是 有可能真的像蒙汉讲的 其实反而单身的人是比较浪漫 可能有一个好的长期配合的直上师 还比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说 因为你现在没有对象 所以现在没有对象的时候 你的期待就是可以无限的拉长 对 然后但是真的有对象的时候 你的一切想象就会落得非常实际 所以他就有可能 跟你是单身的时候 那种想象不一样 所以我之前蛮喜欢单身的时候 在于说你还不确定这个人是谁 所以你想象中那个对象 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期待去幻想他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 整个恋爱里面最棒的一段时间吧 或者是你认识这个对象 但还没有很了解他的时候 所以你一切看不懂的东西 你都会自动脑骨神 你比较习惯或是偏好的样子 而且甚至有这么一点点可能性 对方也真的会在那个时候假装变成那个样子 对 哇 这些人都应该要判死刑 然后这一集会出现这样的结论 要判死刑 要判死刑 然后其实四个不同的状态 或四个不同的阶段 就是先佛系等待 然后再来会产生一些对爱情的渴望 然后偶尔会开始对于孤单或寂寞 这些产生焦虑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很多人都开始产生一些自我怀疑的情绪 在我自己发出去的那一则限动里面 就有写 就是我也曾经觉得 啊 我是不是其实就是没有爱的这个能力 应该说也是不少从哪一部电视剧里面看到 或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录过那一集嘛 就是爱的艺术那本书 爱可能是一种能力 或是你需要学习的技能 然后我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有些人是阴痴 对 有些人阴痴 有些人是色盲 或是有些人他天生就是味觉比较不敏感之类的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天生就是比较不会爱 有可能啊 对 爱的艺术讲说爱是需要学习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透过学习可以精进 那有一些应该就是学习无法克服的东西 那个就比较像是天赋一般的存在 就跟萧亚轩小姐会说她是恋爱小天才一样 一定也有人是恋爱小智障 对 因为这个对比赛是太明显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单身这件事情是两件事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爱的能力的话 那有可能是你没有办法维持一段积极 而且稳定的关系 但是别人还是有可能一直疯狂的爱你 对啊 因为我看过有一些人是你真的会觉得 他凭什么 可是就是会一直有人前扑后继的在爱他 那他可能没有什么感受 或者是对对方有一个付出 或者是对等的爱的能力 但是他 somehow很多人尝试要爱他 那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维系住这样的喜欢 或者他就是会浪直这些人的爱 或者靠近之后他原本吸引人的 但这些人不一定会单身 他甚至有可能一直来来去去 就是一直不稳定的在一个状态里面 对对对 缺少爱的 或者是爱比较不擅长爱的能力 可能也就包含 对啊 就是没有办法维系稳定的关系 像有人就说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不是就是害怕这件事情 害怕恋爱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做出选择恋爱 这个选择 就他就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他不一定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此你可能真的很难治好 但是就跟爱的艺术里面讲了说 没有人是可以真正的完全免除 自己对爱情的渴望 所以这本书的立论也是蛮实际的 他就是跟你说 不会就是要去学这样 因为我其实觉得大部分的人 虽然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你知道谈及时恋爱之后 会落到一个自我怀疑的状态 我不知道思杰有没有 因为我个人也是有过这样的 曾经有啊 对一定都有嘛 就是会觉得说 干就是可能我哪里哪里有问题 或者是我什么再遇不到 就真的可以的状态 你有说过类似的话吗 有啊 在遇见我老婆之前 你是跟谁说禁止你的自己吗 会不会跟我朋友说 你说我可能再也 没办法这么喜欢一个人之类的 不不不我讲的是说 我感觉说我蛮努力的 在维持这段关系 而且对方其实也蛮努力的 但就还是没有成 那是不是表示说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努力也没有办法 那基本上就要靠运气 运气刚好遇到一个人 你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变 然后两个人就会合 那哪有可能 所以我就讲了一个蛮绝望的话 我觉得说有可能这辈子就是 不大可能会遇到 就真的可以喝得爱的人 我觉得这个话应该 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讲过吧 对啊 所以其实我很怕 我不知道 这个应该不叫宿命论 但就是从小都听到很多故事 就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 比如说某个神把人造出来 那人只是一颗球 然后有一天发现球 太不方便还怎么样 球就被切开了 所以世界上有另外一半的球 就是你有另外一半 然后所以另外一半就不断的想要找到自己原本的那颗球 就类似这种 应该大家有听过很多这种怪故事 就有个灵魂中的伴侣这样 对 我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听到这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 哇 非常恐怖 只有一个 the one and only 对 不只是人被切开 其实是很恐怖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一颗球的话 我不可能说一定找到那个另外一半的 我小时候听到类似的故事的时候 大概是很小的时候 他会讲一些什么 人是独臂的天使 唯有拥抱可以飞翔 这种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好浪漫哦 天啊 比较像台湾偶像剧会出现 我忘记在哪里看到 我还记得是国中的时候看到 但是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小时候初期都是那种 太棒了 我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然后就立刻策马奔腾的那种状态 就是我一定会找到你 要卖出来啦 对 但是可能就是蛮常 遇过蛮多次都觉得 不是这个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绘本 它叫失落的一角 然后它出了两集 我非常喜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找来看看 它就是讲 有一个缺了一角的圆 想要找到它那个失落的一角 然后两个人就可以 变成一个完整的圆 然后在路上快乐的跑跑 就类似的故事 对 对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遇过很多不适合的 的角角 就可能太大或者是太小 然后就会说 你不是我的角 但是他的故事的结尾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他甚至有时候 可能会遇到很适合的人 但那个人跟他说 他就是没有想要跟你一起 我自己会觉得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可能还是有那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他可能不是本来 就是长成那个绞交的样子 就是这个一定是两个人 都必须要付出一定的觉悟 跟努力 然后能够让这件事情成 而不是只是说 他很喜欢我 他很爱我 就是我很喜欢他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喜欢 或者是爱有他一定的能力 但是很难做到说 真的把一个完全 不一样的东西 变成另外一个 就是爱毕竟 可能是世界上 就是我们唯一能够 用的那个魔法 但是毕竟我们也不是 大魔法师梅林 所以还是到有一个限度 就他不可能因为很爱你 他就可以为你连性别 都咻就改变了这样 但是到一个限度内 我还是相信 就是有机会可以做到 无限趋近于 两个人理想的状态 就我自己以前 写过一句话是说 我觉得真正的爱 只有产生在把自己奋力 向对方投射的期待中 的那一瞬间 才存在这样子 可是张炮对我来说 像我刚刚讲 我每次觉得 这种故事很恐怖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不管怎么样 我知道我的内心 还是有一部分 会想要相信 这件事情 就是世界上 也许真的有一个 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 他的灵魂 跟我灵魂 被切开了另外一半 在这个世界上 某处游荡 然后没有办法 消灭掉的这个念头 也会让你觉得很恐怖 我觉得这个 没有办法 消灭掉的念头 就是他一方面也很浪漫 但他一方面 也算是蛮容易 毁坏关系的 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以前如果抱这个执念 抱得太深 你很容易判断 所有的不适合 或者是一发现 一些小碎续 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他不是那个人 他一定不是那个人 如果他是的话 他不需要改变 他就会这样那样 他就会懂我 那我肯定他不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在他身上了 而且你会 无止境的正面 就是正面化你的理由 因为你会觉得说 因为我的那个另外一半 就在别的地方等我 那他的另外一半 也在那边等他 所以我不要再浪费 他的时间 对对 你就会误产生一种 在浪费彼此时间的 对对对 就是赶快放他走 因为他另外一半 也在等他 这样 所以长大 比较成熟一点之后 就会有这个心情的转变 然后我问大家 这个单身问题的 这个期间 我看了一部日 叫做 大豆永久子 与三个前夫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下有看吗 我听过没有看 对 然后它其实是 2021的一部日剧 然后现在Netflix上有 之前它上的时候 我就很想看 因为是松荣子主演的 然后男主角也都 就卡斯也都蛮华丽的 然后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很庆幸 我没有在2021年的时候 看这部日剧 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看 原因是因为 我2021年的 有一段时间 可能心情比较不好 就比较低潮 那段时间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种 就是 我是不是一个坏掉的人 我是不是没有爱的能力的 这个 讲法会很强烈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那一天 发现 动文达之问题的时候 刚好在看那部日剧 我就把 刚好出现在我面前的 其中的男主角 这样的台词 拍下来 就是那个男主角 面对一个 其中的一个女配角 然后他很 他暗恋这个男主角 但是男主角 都没有注意到他 应该算是男配角 反正那个男生 一直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生 然后有一天 他们就坐下来吃饭 男生才发现 啊 他曾经喜欢我这样 然后就是 反正就聊到那个 对话的发展 大家就可以感觉出来 是女生在指责 或者在告诉那个男生 没有爱的能力 或者那个男生 把就是一个比较怪的人 所以反正他就讲了 一句话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我知道带给别人幸福 我自己也会感到幸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 但是我就是没有 带给别人幸福的功能 然后我就把这些话 拍下来 拍下来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 让我很有共鸣 或达到我 而是 以前的我也会这样想 现在的我不会这样想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这些日子来 我还是发生了一些转变吧 就是我还是 想要相信自己 还是有那个爱的功能的 就即使我状况 或者我的人在混乱 或者我目前 还只能坐到在家 等六天定来找我 但是我应该 还是有一些爱的功能 存在于我的身体的最深处 内心深处 还是很期待爱情的 但目前还是在 佛系等待中 算是佛系等待中吧 现在我对爱情的等待 或是期待这个心态 就很像是 我觉得一个例子 我今天很喜欢 就很像是 我很希望 所有商业午餐的红茶 都变成摩斯的红茶 因为摩斯的红茶 是实际上最要喝红茶 可是当我喝到 不是摩斯的红茶 商业午餐红茶的时候 我也不会因此大发脾气 或者因此觉得 人生要结束了 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那我就等待它发生 就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就是一个讲泰公钓鱼的概念 可能吧 我会很好奇 就是亚群对于 这个爱情渴望状态 但是却用比较相对 比较佛系的状态来面对 我想要问的比较具体 你有对比较说 使用交流软体 有什么特别的排斥 或者是之类的吗 完全 觉得麻烦吗还是 对 另外讲交流软体 我们一直很想开一集 但爱于我们三个 实在是都没有什么 交流软体的经验 就一直没有办法录成这一集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用 我有认真在想说 还是应该先去上面了解一下 然后之后就把我们的 那个田野调查的经验 跟结果 带回来跟大家分享 但对 我没有办法 持续稳定使用的原因 也是因为觉得麻烦 那起码花时间 对 我实际体验之后 就可以理解 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说 其实他觉得 可以用交流软体的人 是很厉害的人 因为你要真的花时间去 跟你认识到 接触到的人聊天 不是约炮的前提之下 你还要跟他约出去 然后就你认真的要经营 一个对话 其实是很难的 对啊 尤其因为你跟他之间 没有任何的前提 跟共同背景 其实就是真的跟一个 陌生的ID在讲话 对 你光是想你每天下班之后 你必须要花时间 如果你真的想要 什么找对象的话 理论上你必须要花时间 跟那个人聊天 你才有办法推进这些事情 然后目前的我就做不到 我觉得太麻烦 而且必须要说 如果这个人 必须要在下班之后 才能够回我讯息 那他跟我之间 不会有任何可能性 真的吗 完全不行 我在等他下班的时候 就很多人传讯息给我了 有道理因为 家瑜上班的时候 都在传讯息 对啊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 他一直跟别人传讯息 不是因为 我觉得有很多人 他真的上班时间 是没有办法传讯息 像我曾经认识一个 好像在台积电工作的工程师 但是我 不是只要我软体上认识 就只是因为我们之前 揪了一团 要一起去爬山 OK 然后 那是不认识的 是朋友 就是中介我们认识 就说 因为刚好一团是七个人 然后他就帮我问到 就可能那边也有三四个人 要一起凑 然后所以就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就认识 那认识之后 当然因为后续 爬山天气比较难敲 所以最后没有爬成功 可是这个人呢 他还是会回我讯息 但是他回我讯息的方式 就是真的是 只有到晚上才会回我讯息 所以就会变成是 我有时候已经 没有什么话好讲 就是那句话 只是一个关枪的结束这样 他可能隔了非常久之后 八九点也会传讯息来 问两句话 然后我就 看到之后我就回他 然后之后又隔天的八九点 我可能才会再遇到他的讯息 而且这种情况 我就会觉得说 有点没feu 因为以我过去的经验来说 我不知道你隔这么久 为什么要传讯息给我 就是你有要跟我交朋友 或者你有我想要干嘛 我就会觉得说 不用再传来了 就不要再传来 因为我还要再回你 然后直到我后来才发现说 他好像是台积电工程师 上班时间是不能带手机 对对对 然后才一切都觉得 所以他其实有想要跟我聊天的 他出来立刻去那个支柜柜 拿手机立刻回讯息给你 这个我会非常惊讶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他的意图是什么 因为他就是真的每个 可能就是我们能够 就跟当兵一样 真正能够交谈的时间 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内 然后也不是说 我两个人就矛起来传 就是可能传完一句之后 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一个晚上能够 来回一个四五句 就已经很厉害 然后再来就要等到24小时之后 那你知道这跟当兵 有什么差别吗 他在那一两个小时 赚了80万 好像没有那么多 应该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 除非他是张忠盟本人 有可能 他如果是张忠盟本人 我就会传讯息给他 对啊 吵都不行 吃吃等待三年 之前我在跟网友聊天 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叫做为什么不爱了 然后为什么不爱这本书呢 他其实是在讨论说 在现代人 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如何的失去爱的能力 但他这边讲爱 其实不是 我们现在想象中的爱 那是什么的 所以他指的是 为什么没有办法 再跟别人递交一个积极 而且稳定的关系 然后他就用爱来 就是总刮这一切 然后里面就谈到很多 关于现代的交友软体的使用 怎么样改变了人的行为 习惯 然后最后改变人的想法 我觉得非常有趣 但他非常难 就他真的是一本书很难 书非常难 真的哦 它是一个 它是这样的一本书 社会科学型的书 所以非常难 里面就会一直不停的 提到一些人际纽带 就会觉得 哇 what what 那个每一页 我可能会看个两三次 然后才有办法去往下看 所以他听起来 是很有趣的书 但我看了非常的慢 然后里面就谈到说 现代人就是因为 会依赖交友软体来交友 那 我说的就是贩子所有的交友 约跑或者是找稳定关系 其实都算 然后交友软体呢 它就是这个平台 基本上它是这样的设计 就你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左滑右滑 喜欢不喜欢 所以它逼迫人们 在很短的时间内下决定 然后也会变成是 就是你要找到喜欢的点 下决定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找出一个 你不喜欢的点 然后就把它滑掉 是很OK的 比如说 我不喜欢就是 什么短头发 滑掉 然后我不喜欢什么 然后就滑掉 所以它会让人也倾向于 在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中 即使你是一直希望 跟对方产生一个 积极而且稳定的关系 但你还是会一直不停地挑 可能不是 可能不行的原因 就你会积极地在里面 挑出一些 这段关系不可能成立的原因 然后就 啾啾啾拔删掉 然后另外当然还有谈到说 这是一个非常高度 视觉化的环境 所以高度视觉化的环境 会怎么样影响 我们在交友的判断上 跟影响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 你知道人的自我性 是一个很难 很难回答的问题 人是立体的 对 但是当我们变成长相 我们甚至变成一张脸 或者甚至变成某一个器官 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过程中 感觉到你自己的主体性 也崩溃 现在很多交友软体的诉求 就是什么 不在第一时间 给你看照片 会用一些有的没的 不是有的没的 用一些什么其他兴趣 比方说喜欢的歌是什么 之类的 去拼凑出这个人的轮廓之类的 对 但是我不太确定 那样子 有没有办法真的 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有时候搞不好 你会喜欢的那个对象 真的就不见得 跟你喜欢一样的东西 我就是要看长相 也有可能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书里面其实有讲到 我忘记是书 还是在其他地方 有看到说 有一些人会因为抗拒 就是他不想要 用外表来判断别人 跟被别人判断 但是他可能就是会习惯 可能就挑一些没有脸的 但可是最后会发现说 真的能够跟他配合的起来的 也是那些在外表上 他比较顺眼的人 当然喔 还是会有关啦 但不是只是因为好看 就不是说 这个人顺他眼睛 而是在于说 一个人的外形 其实体现了这一个人的 各种生活品位 也是 对 所以生活品位会影响 人跟人之间 怎么样交流 跟互相判断 然后所以才会有影响 而不只是说 好看或是不好看 因为人的五官 其实就摆在那里 但是你可以用自己的价值 或者是你自己的偏好 把它变成不一样的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尤其是我朋友说 他很认真的 在用交友软体交友 其实我们身边应该都有嘛 就是会很认真的琢磨 自己的自我剪 那个剪接要怎么写 而且我蛮多朋友 都是这样找到 最后有结婚 或者是在一起超级久的 我听到已经有好几个 是有结婚的 然后 但他们就说 真的会很认真 要琢磨这些事情 要怎么样用三言两语 就是把自己表现出来 而不要又显得很急迫 或者很像怪人 因为他有时候 可能很想要认真的 好好说说自己 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放在里面 就会变得非常怪 对 然后或者是说 他也想要放自己的照片 可是他又觉得说 他不想要让有一些人 可能因为照片 就本来有机会发展了 就离开了 或者有一些人 只偏好他的长相 就开始跟他对话 所以他可能就没有放照片 但是他是很努力的 在跟任何他觉得 有机会的对象聊天的 过程中 觉得非常挫折 就是一来是 对话很难持续 或者是非常难聊 就是他乍看之下 觉得算是适合的人 但怎么样都聊不起来 我觉得大家用交友软体 都是为了效率吧 就是感觉你好像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 突然收集到很多名单 对 认识很多 真的也有在寻求这方面 对对对 而且可以过滤掉 两个人之间的 意图的感觉 以为 就是我们以为 用交友软体的人 就是真的要来交朋友 对 对 但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用交友软体 是想要 就是增进那个效率性 但是引力M来说 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是浪费了 蛮多的时间在上面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 可以顺利的 成功拖出 就是搭乘他们 任何想要的目的 不管他是想要越跑 或者他想要叫 稳定的另外一半 但是我觉得 还是蛮多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只是很迅速的 体会了各种的失落 对 就本来你 可能我们在一般 日常生活中 因为你跟一个人 发展实在太久 有些你还要先确认说 有没有另外一半 或者是他现在单身 他真的想要交女朋友吗 或者是 你可能会花可能 两三个月 才发现 好 早上真的不行 然后就放弃 可是这个里面 大概两天 他就不会再理你 我分享一个 最近的小观察 就是D卡最近 非常非常多的 热门文章都是 他在交友软体上面 遇到一个 比方说他可能 蛮有感觉的男生 然后就直接发D卡说 请问大家 省一下这个人 有没有认为他是诈骗 或者是 他真的就这么好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 就帮他表达以图找图 或者说 我也遇过这个男的 好可怕 但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真的抓到 他是诈骗 是真的要骗钱的那种诈骗吗 还是情感诈骗 这也跟大家稍微互议一下 总之就是 他在交友软体上 遇到那种 新加坡外商男生 他长超棒帅 有够阳光的 但是可能聊两句 他就说我们换去LINE聊天 通常很快想要换到LINE 几乎都是 有一点诈骗的嫌疑 真的吗 可是因为有些人会说 当我们决定 要转换平台之后 就表示我们的关系 更上一次 但他可能是聊了一阵子之后 他可能是聊个两句 突然就觉得说 哇我们可以进到LINE聊天 我觉得这个很多行为 都蛮好笑 就是 当他选择跟你继续用 那个交友软体聊天 就表示他只有 把你还是放在 那个Entry Level 然后直到我们转移到 比如说LINE的时候 然后就表示我们的关系 进入更深刻的关系 甚至比见面还要更深刻的 那种感觉 或者是当给出什么Facebook 还是IG 真人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我们现在已经 几乎就是朋友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一切的判断 其实都非常的有当代性 蛮值得玩味的 很当代性 因为我自己没有觉得说 我给IG Facebook 或者是LINE 我自己没有感觉到 那个差异 因为我的实用情境都差不多 就是看 你想要用什么东西加我都一样 唯一觉得有感觉是 给不给电话 还有人在给电话 所以说如果真的要要到电话 他会真的会觉得 的那种感觉 像有我电话 应该就只有快递 还有一些爸爸妈妈那些 我爸妈可能也都不会打电话 对就是 很不可思 现在也是打LINE 或者是什么 Messenger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 这里面的那种使用 跟元素都蛮有趣的 跟我们以前早起 早年的经验 很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脱离的那个跑道 或者是 就我没有 因缘机会还没有加入 所以不知道那种判断方式 这真的是你刚刚讲的 我没有办法使用交友软体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我其实没有觉得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错的 或是不好的 但就可能对我来说 感情它就是没有办法一个 大量收集快速淘汰 或者它不应该这样的东西 但是就基于时代的转变 还有可能这件事情 一直在改变嘛 但我自己还是不行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 稳定持续地使用交友软体 而且其实真的蛮耗费心神的 对对对 主要就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厉害 我自己有想过说 为什么我没有用交友软体 但是以前 比较小的时候 最直接的反应当然是 因为我不想被那种 约炮的人很烦 然后再来就是 我也很难想象 我必须要透过外表 去挑另外一个人 跟我必须要被 因为外表而被挑选 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很抵触 可是我觉得外表是重要的 我没有觉得外表不重要 我自己也喜欢长得好看的人 或者是我自己也喜欢 符合我演员的人 所以我觉得外表非常重要 尤其在男女交友之间 但是 即使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我还是不希望 它会成为最重要 或者它就是 第一个门槛 我们就先把我们不喜欢 全部晒掉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觉得蛮 蛮微妙的 它的逻辑是 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在这个机制里面 把这件事情 就是无可避免地放到最大 就我个人不喜欢效率性 当你只留个 可能一秒钟不到时间 去决定的时候 那真的也就是在看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个 他里面有讲到说 教育软体用视觉来判断别人 这件事情会让你感觉 大权在我 就是你可以任意地 评评对方 就是选择 这个喜欢我的菜 这个不是 也会让人感觉 很有权利感 但是 我自己不是只有想说 我去挑别人 我反过来也会想说 干 我为什么要背这些人挑 就算他都是挑说 这个人是我的菜 是我菜 我也不喜欢 基于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使用教育软体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不看脸的 不看脸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跟这些 完全不知跟知底的人 从零开始一段对话 然后要维系他 然后我自己听说啦 就是用教育软体的人 应该都是同时会跟 复数以上的对象讲话 合理吧 不然效率也太低 对对对 就是大部分人都 这是个正常的使用方式 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也是匪夷所思 而且那个情况是 你知道你跟这些人 都是奔着同一条路去的 可是我如果我们在一般 外面的那种交流 当然可能 同时会有两个男生 跟你感兴趣 但是他们跟你感兴趣的原因 可能是一样 但是你对他们 同样都是在跟他们讲话 但是你可能完全没有 想要跟他们发展关系 我觉得我这样讲 可能有点太过理想化 但其实 我也有认识一些朋友 他心态是蛮不一样 就是他真的就是认识朋友 所以他可能最后 在一起的对象是 他交流软体认识到的 对象的朋友 因为他们后来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 就是他可能生活太封闭 或者他就是没有时间 所以他用一个 比较快速 甚至是有效率的方式 去认识很多的陌生的人 然后再依此展开 所以他在一开始 就会讲说 他寻找的不一定是浪漫 浪漫关系 就是友情 我没有觉得这个是 错了或是不好 各种可能都有 对 这样我也是有朋友 因为比如他就是 看到对方 也是一个喜欢 比如说攀眼 所以他们就真的约去攀眼场 然后就变成了 好朋友才往下发展 这之类的 但毕竟因为 我就是会因为 如果对方同时 有另外一个人 跟我放在天秤上的选择 我就是会不行 家瑜是唯一 家瑜不行 对 毕竟我算塔罗牌 是说有遇到三个男生 他们都会有在 跟在另外一个女生中间 犹豫 我就有点不行了 真的还不行而已 那个老师怎么这样 现在听好像觉得不行 对我只要想象说 他这个行为是很合理的 可是我不喜欢 那个老师跟他三个男 都要检讨吧 对啊 就使用教育软体这件事情 会让那个 唯一性变得 就是他的重点是 是在于教女朋友 不是在于认识你 的那种感觉 这件事情也会让我有一种 很微妙的感觉 我在发现 当中的时候 也收到一个 是我认识的 是朋友的留言 他就说 对单身这件事情 他的感觉就是 他越来越感觉不到 单身跟非单身之间不同 我不确定这个人 现在有没有另外一半 但是我好像可以理解他讲的 就是如果是单身 单身太久了 我也很常会觉得 哇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现在非单身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 差别到底在哪里 或者是如果是 远距离恋爱的人 应该也对这点很 就会比较有 对 比较理解吧 他们也就会讲说 不知道自己交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干嘛 远距离的时候 对对对 他就会觉得不知道 差别在哪里 然后不知道非单身 或者是追求脱单 或者是有另外一半 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想到我 来听听 非单身代表的说法 男朋友去当兵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次 只是因为那一次 那个礼拜放假不能回来 所以到下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跟单身 没两样了 才一个礼拜吗 一个礼拜 太快了 快要两个礼拜没遇到他 然后就觉得 好像没什么差 而且他也不太能回讯息 然后我就觉得 阿卜现在跟单身 到底有什么差别 嘉宇是不能小别 胜新婚的人 小别可以啊 一个礼拜啊 这么精准啊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 天地之差这样 应该说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自己的小日子 过得很逍遥 然后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差 因为我的小日子 过得太逍遥了 所以就是真的会觉得 单身好像也没有什么 不好 或者是就 也没有那种就是 因为单身 我就突然 每天都在家一个人 吃剩饭啊 或者是哪都 哪都不能去啊 然后什么 在路口看到有人 双双对对 我的心就碎了 就是我不是那样子的人 所以就 你会很容易觉得说 我不太确定说 现在跟单身有什么两样 或者是 跟单身有什么 不好 或是怎样 所以 真的就是关乎 那个 讲的虚无缥缈的 那种归属感 然后我自己跟朋友讨论 是觉得 有另外一半 最大的一个差别 是在于 你可以 随时 传一些垃圾给他 对 其实这很重要 我觉得传垃圾 是最重要的 应该说 对就是 不是会传给同事吗 也会 但是你知道传给同事的垃圾 还是要过滤一下 传给同事的 不能真的太垃圾 就是可能会跟他讲说 哇 这个东西好可爱 然后就传一个 超级无关紧要的东西 可能没有到真的很好笑 但是你就是想跟对方 分享各种 大小屁事 我刚刚把他想说 比如说在路上走 看到 很奇怪的狗屎的形状 看到很可爱的狗屁股 我就会想要传给另外一半 我不会想要传给同事 但突然又想到 有些同事 其实会这样做 同事 对 或者是传他自己的事 给我们看 对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 因为那位同事 已经有表示出 他对我们 一直在节目里面 讲他的糗事 有一点点难过 这个是糗事吗 不是糗事 我以为这算是 强烈个人主张 是 他就是会非常有 个人特色的同事 其实我们都没有 在嘲笑他 我们就觉得非常棒 就像我可能就会讲说 不想起床 不想去上班 或者是肚子很饿 肚子真的好饿 好饿好饿 可是像这种无关紧要的 梦一般的东西 只能传给另外一半吧 因为你传给另外一半是干嘛 同事就想说 对 你怎么不敢去吃饭啊 你有什么毛病吗 你跟我讲这是干嘛 但是只有这种东西 是可以传给另外一半 对其实差蛮多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 就是单身跟 非单身的差别 对每个人来说 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相对 对教育来说可能就是 啊有一个人 你可以随时传垃圾给他 嗯 那对世界来说 有什么重点吗 这个点我也蛮有的 因为我只要没有男朋友 我就会把垃圾传给我妹 然后我妹只要一不回我 我就会传一连串情勒贴图 现在是怎样都不理我了 好敷衍哦 姐姐好可怜 而且还会一直传自拍照给她 说这是 真的超贵的 本日可爱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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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倩辛苦 因为我跟钟玉 也是废话很多 非常的多 然后尤其因为平常压力 真的太大 所以真的就是 我在前面讲话 就是大概跟我的人设 完全不一样 就是想到什么就想传嘛 然后也不见得是 想要成立对话 你就只是想要 单方面的释放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两个走在路上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看到东元都会用唱的 就是刚才 东元都会用唱的 然后就两个会一直狂接 然后就很烂 对但就是 反正你就可以不用顾虑 任何的形象 因为都已经在一起很久 这个就很 还是要顾虑一下 我觉得那个 把自己的一些武装的部分 卸下来的那个情绪还是蛮重要 对啊 就是有一种 哇我这么放松 可是还是可以有另外一个人 在旁边的感觉 啊现在好想要有另外一半 或者哇 其实有另外一半 很好 就生活难免会有几个这样的瞬间 然后我刚突然想到 前几集podcast提到说 我跟我爸爸去他的朋友的咖啡厅吃饭 然后其实就是一对中年夫妻 就跟我爸差不多年纪 然后很好笑 就是那个太太 她好像找不到手机怎么样 所以她就跟那个她老公说 你打一下我电话帮我找手机 反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太太的手机不会响 或是显示变得很奇怪 然后老公就讲一些 councing她的话 然后太太就说 我才没有动你白痴哦这样 那个老公就坐在我爸的旁边 因为我爸是他朋友嘛 就转头对着我爸 就拉着他的手说 我是白痴 我是白痴 然后我就超 哇 这种都难以言喻 就是你很难 跟外人讲述说 这个情绪是什么 但是你在当下 就真的觉得蛮可爱 对对对 就是大家 我知道听起来没什么 可是一定 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出 就是那个画面 然后为什么我当下会觉得 有另外一半好像也蛮好的 我蛮需要这样的一个人 或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啊 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 可以大方的展露自己低智商的一部分 真的是幼稚的一面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单身 也是可以 可能就真的只有 蛮要好的家人吧 或者是 很要好的朋友 但你也不太可能是 永远都维持在那个状态 单方面要好的家人 本来作为本节暴点 我们只要邀请 一位同志接下来 就是现场恢复单身 但今天没有办法达成那件事情 因为同志接不在 对 因为他在我们 因为刚好在我们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就突然说 他最近有灰单的冲动 冲动 对啊 然后他就说 因为怎样怎样 然后就有灰单的冲动 那不然我觉得这个可以等到 就是灰单的那一集 我们再来讲 对啊 只是还没有把这档案的问题 问PD而已吧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讲到说 其实有很多人 他是苍年稳定单身 甚至是母胎单身的状态 对 对 然后我这次调查 发现这种有趣的事情 也是超过我想象的 就是这样的人 可能比大家想象的 都还要多非常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不知道 娱乐 电视剧 电影 或是反正整个社会风围的关系 就是电影都是恋爱 电视剧也是恋爱 音乐也是恋爱 什么都是恋爱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啊 是不是 大家其实都一定要谈过恋爱 但是光是我个人 追踪者这么少的一个人 我收到的所有回答里面 其实母胎单身的人 不一定是稳定单身 母胎单身的人 占了 大多数 嗯 然后问出这个问题 提出这一点的人来 就是也都很直接的表达出 不知道该怎么办 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 异类什么的 这一次也让我意外的发现 原来这样的人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多 我自己很 还蛮好的朋友 就是母胎单身 嗯 对 已经即将堂堂迈入 33年 嗯 而且是一个 就一般通俗的标准来看 你不会想象得到 她母胎单身 因为她虽然是蛮可爱 然后也蛮活泼的女生 但是由于已经到33岁 已经是到那种 我不太敢介绍朋友 给她认识的状态 其实是真的 我觉得介绍朋友 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一来是 本来介绍朋友 就压力很大 再来是 如果这是她的 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出了什么包 我会非常进展 对 对 就是我会非常压力 非常非常大 就因为考虑到 她又母胎单身 所以我就会觉得 压力还蛮大了 很怕不成功变成人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 其实包括母胎单身 这个词会产生也是 比如说像这个词的诞生 可能就包含着 大家对于这个状态 其实是 有特别给她一个标签 或特别在意的 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 也让这些人 特别的不敢去 谈论这件事情 或者是就会开始想 哇 大家都在分享恋爱经验 哇 电视剧里面的人 都在谈恋爱 我是母胎单身 我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就会产生焦虑 然后那个焦虑 就会让大家更不想谈 或不敢谈这件事情 因为我收到的回音片 就有不止一个人 他们都会讲说 很好奇 其他母胎单身的人 到底是怎么看待 自身母胎单身的状态 因为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母胎单身的人 跟长期稳定单身的人 也许心态上 应该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 我自己觉得应该蛮不一样 因为就跟我朋友 小时候跟我说 他说零跟一就是有绝对性 绝对的不同 你指的是 都有 都有 从零到一跟一就是 从零到一就是 非常大的差别这样子 可能母胎单是久了的人 慢慢的那个 你知道用尽废退缩 然后这辈子没用过 就是你的那个雷达 就是你的那个一切的天线 就是会慢慢的围缩的感觉 用尽废退是什么 用尽废退说 拉马克提出来的 这是什么 用尽废退的学说 对啊 用尽废退说 拉马克提出来 请大家记得 没有啊 他就是在讲说 就我自己会觉得 可能到后来 母胎单身的人 是不是也比较倾向于 佛系等待 就我自己感觉 我就会对第一个交往的人 更加的恐惧 因为他等太久了嘛 然后就觉得第一次 那个一定要找到超级对的人 你在门槛前面站了越久 你就越难跨过门槛的那种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认识 两个母胎单身的人 看起来都 已经是佛系等待到一个不行了 甚至可能已经不太确定 他有没有在等了 已经是等待果陀的那个状态 就是非常 非常非常抽象的那个状态了 对就是 有时候他形容 其实会比较难形容说 到底 想要对他有没有一个句调形象 等越久反而 我觉得越容易会 对 然后而且其实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 开玩笑说 已经没有任何条件了 但是这样反而是更困难的 而且因为到 到这个三十几岁的状态 可能真的 他们有时候 就算是想要认识其他人 或是想要用交友软体 都已经有点提不起劲了 就失去了那个冲劲 跟盼头 这样子 是啊 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 就是我们上次讨论出来的结论 就恋爱感觉 也是有一个M型社会 对 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可以一直谈恋爱 就是恋爱小天才 然后 但有一群人呢 就是母胎单身 对 就没有什么中间的状态 我自己感觉上 其实一般人 比较平均的状态 是不是其实 就算结束一段关系 大概也都会在 比如说 平均可能一年 左右 还是半年到两年之间 其实就会有下一个对象 嗯 我不知道 我自己感觉是 我身边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是他真的单身很久过 就他们会单身一段时间 就是可能结束一段关系之后 然后会隔一阵子 然后可能才有下一段 我有单身过六年过吧 真的吗 什么时候 第二段结束到第三段 蛮久的 第三段就终于吗 没有 第四段就终于 有吧 大二到毕业后一阵子 哦 是哦 有 应该是有六年 我开始谈恋爱之后 单身最久应该就是半年 好短 刚刚也想问这问题 两位单身最长的时间 就是半年吧 但家瑜确实 确实什么 确实很有能耐 讲这个话好危险 对啊 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而已 对对对 但是随年纪越大 我有感觉到那个 就是有变得比较困难 原来不绝的部分 原来不绝的部分 有变得比较少一点 金鸡母已经快被杀掉了 那个蛋已经开始 不软啊 对就是有 有感觉到一些 那个氛围 社会氛围不太一样了 有点辛苦了 其实坦白说 我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 我已经不太去算 自己单身多久的状态 要想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 要想一下 其实真的蛮久的 不重要 也没有不重要啊 对 可是就是我想起来了 很久以前 发过另外一个限动 很久以前 就是调查 大家觉得 我为什么会 单身这件事情 然后呢 那时候调查出来 很多不同的结果嘛 但后来我就会觉得 对于这些结果 其实我并没有 想要改变这个状态 或者我也改变不了 比如说 有人就会说 柯南亚军 给人家感觉 真的太独立了 这个不是我能够改变的 然后那些 我不想改变 或者就是废话 就不提的 比方说 有人会说 你就是眼光太高了 我还是有收到这种 莫名其妙的评语 对 所以就是也不是 我特别可以去改变的 但我个人并不是 不想脱单的 就我刚提到说 我前阵子刚好 前几天 刚看完了 就是那部日剧嘛 大道田庸九子 与他的三个前夫 这部日剧真的很有趣 他除了拍摄的时候 我把有趣 他的片头片尾曲 我也很推荐大家 每一集都要看完 真的真的 每一集都要看完 然后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顾名思义 他的片名就很有趣 就是他与他的三个前夫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 有一点怪的那种日剧 就我自己的感觉 不过里面 其实每一个角色 对于感情的诠释 或是他分别代表的不同 对感情的态度 我觉得是都很可爱 都很棒的 然后其中 也有一段话 我拍起来就是 女主角的最好的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呢 在这部剧里面 女主角跟他朋友 都已经快要四十岁 或四十出头了 他的那个挚友 也是一直没有谈恋爱 有一天难得出现了一个 他们感觉很有机会的对象 而且那个挚友 也对那个男生 非常有好感 他自己有说 他也很喜欢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还主动邀请 他去吃晚餐 所以感觉就是 这件事情就要成了嘛 他们就要去约会 但到最后呢 那个挚友 连那个晚餐的局都没有去 然后所以女主角就有点 也不是生气 反正无奈地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那个挚友呢 就说他真的了解 恋爱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 他也看得到 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 看得到爱情这件事情 会闪闪动人的瞬间 然后他也可以想象 跟那男生在一起 生活会发生什么 美好的变化 但是他觉得 对他来说 不知道为什么爱情 感情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生活阻碍 因为他生活里面 有其他想做的事情 那个女生在那一段 其实想要成为一个漫画家 然后他就说 他也知道 不谈恋爱或单身 是会孤独的 他并没有觉得不孤独 他其实也常常 感觉到那个寂寞 但是他也感觉到 如果他现在 就投入这段关系 他就会感觉到 那个人不是我 然后你要说 这是一种 逃避这种防卫也好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人 其实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如果你 现在觉得 跨境一段关系 他是需要天使第一人和 跨境一段关系 就不是你的话 也有可能 你单身那么久 或不太单身 就是这个原因 我之前 有一次就是在 交往之前 跟那个时候的交往对象 就是那时候 还没有交往之前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觉得 我们现在关系蛮好的 就是好朋友 然后我也 老实说 没有很想要谈恋爱 但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 因为我觉得 就像刚刚讲 我觉得谈恋爱之后 我不会觉得 那个不是我 或者是不像我 而是我会进入 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那个是谈恋爱的状态 那个也是你 但就是 单身的时候不会出来 对 那就是那个是 谈恋爱的状态 然后我会觉得 我现在有一些 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这件事情 可能要先做完 然后我才有办法去 谈恋爱 因为我会立刻 进入谈恋爱模式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没有差 他不会阻止我 做任何事情啊 他会支持我啊 但是 我就跟他说 可是那是两件事情 就是你不用 你不用支持我 而是我自己就是 会放弃 我就是会有 更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我会有更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把恋爱谈好 然后其他的事情 就会变成次要的 但不是说 我就觉得 那件事情就变得不重要 而是他就相对来说 在我的生命的蓄位中 就是会排在比较后面 但对方好像 不是很能理解这件事情 反正总之 就我们最后还是交往 然后确实 对对 我们最后还是在一起 但是这就变成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状态 就是我进入一个 谈恋爱的模式 所以我有一些事情 我就自己把它cancel掉了 我也没有觉得可惜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他就突然变得 没有吸引力 而是就对我来说 他就是往后移 那往后移的事情 就是这个蓄位呢 就是后面再处理就好 或者是我就 用个两分力 去慢慢的处理他就好 或者是没有去处理他 对然后 后来在分手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 我觉得刚刚谈恋爱的 这个经验 很差 就是我觉得他 就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 所以客户评价部分 给一颗性恋服 什么那个结账完之后 点那个笑容哭脸 这个是要买平价 去洗他一心的那种状态 对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 很像是一个 我忘记我那时候用的词 但是我觉得 他也是伤害到 我对爱情的一些核心 的想法 有点像相信爱情中的 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某一个价值 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的 确信感已经下降了 但是 我就跟他说 但是即使我现在这样跟你讲 讲的一副好像 自己有多被严重伤害了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等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我还是会谈恋爱 我还是会 拼命的追着 我脑海中期待的 那个像是爱情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这种人 这段话送给亚军 但我就是这样 跟他讲说 就是 虽然我现在觉得 我好像 好像受到很大的打击 然后我现在一直在痛骂你 或者是觉得 你伤害了我对恋爱的 那种信仰 但我也必须要老实说 就是我觉得 每隔几个月之后 我就会 再度去谈恋爱 然后再度去追寻 那个可能 可以把这个爱带给我 或者让我这个确信感 成为事实的人 就我会为了这件事情 不停地谈恋爱 然后致死 我会用尽我一生的力气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与其说 我是讨厌单身 倒不如说 因为我一直在追寻一些事情 所以我在单身的时候 我比较没办法完成 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会一直处于 就是非单身的状态 也只要相信爱情啊 对 混蛋了 但是 对大家应该有听过 这句话 它其实是一首诗 夏宇学师 帮魏如轩写这首的时候 是词先行 大部分曲先行 这首歌是词先行 然后所以 这个词出来之后 我不确定 正确版的故事怎么样 但是我记得 我看过的故事是 这个词出来之后呢 因为 还是应该要相信爱情啊 混蛋们 这个句话 就魏如轩就觉得 很吃重 这种感觉 所以这首歌 如果大家去听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首比较快 然后比较俏皮 比较快乐的歌 但其实呢 我那时候知道 这首歌是词先行的时候 我就在想 其实夏宇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它有可能 完全不是把它当作一个 俏皮快乐的诗在写 而是有一点点绝望 有一点点悲伤 但是在那个悲伤 在一片火焰之中 的确 它没有办法放弃 因为它还是要相信爱情 那混蛋们 所以也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管是不太单身很久的人 还是单身很久的人 我觉得其实 这些人 可能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然后感觉到孤单的人 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但是还在 这个状态里面 还在持续为了 那份相信爱情的信仰 在往前走的人 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这礼拜受到一则赞助 是来自于Red Milk 他说 在星剑广播上 听到你们节目的介绍 打开你们的节目 一听就停不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下 这个星剑广播 然后发现它是 也是一个podcast 然后它在148集的时候 有主持人向听众 推荐了五党 不那么科技的podcast 然后其中的一位主持人 叫Julie 他就是跟他的听众们分享了 只要有人听就好 然后还推荐了我们五集 而且其实不只是五集 他其实推荐了五加二集 我们的节目 然后他就是说 就是他们喜欢这个节目 因为感觉是结合了 三位主持人的生活体会 然后在欢乐中 带给听众启发 谢谢星剑广播的Julie 对我听的时候觉得超级感动 因为他在满满的五分钟之内 就是完全没有停下来 就是一气呵成的 对讲了我们的节目的介绍 然后我觉得流畅的程度 可以感觉出来 他应该是我们的种实听众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听 我们很感谢你 谢谢 谢谢